四月上旬多伦多 这里是Home Depot 新上架了一些盆栽的灌木 开花灌木 看看有哪些什么价钱 莲窍花 这个非常大众 到春天在我估计地栽的再过半个月 两三个星期就能开成这样 满树的黄花很漂亮 我怎么听上去有点像 兜兽一样 确实漂亮 但是值得拥有吗 每个人自己开着办 这是Proven Winner的产品 出品39块9模8两加轮 这个提醒一下 第一是 我说实在我真是没看出来 这个品牌的和非品牌 公园里建的那些所谓演的那些连翘 有太大区别 我没看出来 开起花来全是满树的话 当然了 有一个明显的 可能潜在明显区别就是 它有的有矮小品种 这你可以注意留意一下 这个好像不知道 它写的叫show off 查查 再有一个呢 它特别容易牵插 现在牵插也行 开完花牵插也行 直接插地里头 没有太阳之晒 随手一插 网友说的 这个形容词非常好 随手一插就能活 也不用盖 也不用啥 都不用管 过两个月一栽就行了 这可是有知识产权保护提醒一下 你牵插你自己牵插玩就行了 别牵插完了到处去卖 严格意义上讲 自己都不能牵插 好 不管那个 看 继续看 锦带花 危机了 30块钱一盆 31块钱这么一小盆 说实在的 我觉得 这个也特别容易牵插 30块钱一盆 Wine and roses 这个特点应该是它的花呀 花其实都是粉红色的 非常常见 它特点就是 叶子是暗色的 绣线菊 这个也是常见的 在东东非常常见的植物 常见的意思就是好痒 看它的特点了没 就是特别小 这特点之一 另外你看它的叶子 它开粉花 花期可能也就是一两星期 粉花开出来挺漂亮的 另外一个特点 是它的叶子金黄色 阳光充足的时候是金黄色 给花园的颜色 变得更加丰富 说实在这个30块钱 这是hydrangea 这个littlequickfire 这是属于矮小的品种 锥形锈球 矮小马上就能体现出来 你看它的每一个节 非常短 非常紧凑 长出来也很紧凑 duzia 这个我不知道你中国没有啊 不常见 不太听人说 开出来花满 这是灌木啊 满灌木的白花 是挺漂亮的 但是啊 你看着白花没有香味 哎 就是这个效果 但是啊 我们一般见到的 都是比较高大的灌木 大概有将近人高吧 这个可能是矮小品种 你看它装在大花盆里头 39块9毛9 在选择或者是选购这种开花灌木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它很多都是开花的时候满树的花 很漂亮 确实是 那么花期都差不多 一周左右 开完花以后 如果你想在花园里长期种植的话 你要考虑它的叶子的颜色 和它整体的形状 要通常喜欢紧凑的 一般我们家里的花园都不是特别大 不要长得太松散 韩国丁香 其实也有很多杂交品种 不一定是纯韩国丁香 它这上的有一个特点 看见了吗 除了这个获奖以外 叫Reblooming Lilac 什么意思呢 春天会开满树的花 满灌木的花 有香味 为什么叫Lilac 当然了 这是它分类 丁香 韩国丁香也有香味 它那香味有点特殊 和法国丁香 法国丁香挺好闻的 但是闻多了也刺激 韩国丁香闻多了也会刺激 但是它那香型和法国丁香不一样 你买这个的时候 你我真的我第一次闻 我真是不习惯 我现在习惯了 我们家一大科 我现在是习惯了 所以你别看他说香啊 你最好是先闻 闻着喜欢的香味再说 或者是也许慢慢培养 慢慢就喜欢了 对吧 特点是刚才说了重复开花 我见过啊 邻居家的重复开花 就是春天开一大波 开满了 全是花 浓香 刺激性浓香 完了以后呢 大概在七八月份会开第二波 开的花没那么多 稀稀拉拉 零零星星有点花 但是那个小花也能让你感受到它的味道 更多品种的丁香 这丁香一定要看清楚 其实这个韩国丁香啊 你也得看清楚它长多高 这可以狠剪 玩命剪 什么叫玩命剪 就是开完花以后你可以剪掉一半 就这个蓝腰一展 它不怕它会重新长回来 而且长得更紧密 买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品种 而且你要你看看画个鼻子 看清品种 看清它最后长多高 21块9毛吧 这么大一颗哈 看清了两家轮盆子挺大的 而且很有可能今年就开花 看见花苞了 像花苞和叶苞有明显区别 叶苞是瘦 花苞肥 这个叫什么来着 圣诞节喜欢挂这个 叫Holly 你看它一盆里都是公和母在一起 熊的 雌的 有熊有磁的它才能结出这些红果来 否则它只能春天开花 所以买一盆确保里头至少有两颗 这个Holly说实在的 我说句实话 我在多伦多没见过长得特别好的 这过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过冬极大的挑战 提醒了 我提醒你了 Dogwood 这个不是开花的刀 不是开花的山主鱼 这是赏它枝干的 你看见没有 中文叫它锐木 但是为什么现在它照片画那么红那么艳 现在看见都是绿的呢 为什么 红色枝干有两个条件 第一要阳光充足爆晒 第二 新枝条 它这看上去新枝条 但是绿的 我怀疑它在去年生长的时候 都是挤在一起生长 底下没有阳光 所以没有晒红 种回去装在阳光充足的地方 是有希望今年晒红的 但是呢 这个满大 不是满大街 公园里到处都是这个 对于我来说 如果要是颜色特殊 比如说橘黄色 其实这也有点橘黄色 因为我刚才在来的路上 就看到那个公园里头也的 我都想掐几只 这很容易掀插 据说很容易掀插 秋天的时候 你把枝条剪下来 剪下来 枝条嫩的一年生 枝条剪下来 插在土里头 第二年就能生根 然后你移栽就完了 这个也是 但是呢 类似的 这近亲 但是它除了枝条红 没那么艳 它主要看叶子 叶子是彩叶 叫什么 叶翼 所谓的叶翼 彩叶 发白 白色斑纹 白边 更多品种连翘 这都开完花 开始长叶子了 这真是卖不出去了吧 我觉得 绣球花 著名的安娜贝尔 阿布瑞森 是北美原生的哈 原生 出来杂交品种 这个也极为容易牵插 你要有哪个家朋友 有的话 要两只 现在插 就这种甘汁 你像这个甘汁 别人去剪下来 插在土里头 两个月就生根 以后就可以移栽了 看我说的简单哈 我以前专门做过详细的视频 怎么牵插 怎么成功 做过好几次 两加轮盆栽的杜鹃花 这个也是非常耐寒提示的品种 应该是PGM系列 30块钱 好了 这些开花灌木 真不错吧 有东西呢 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